这条题目就是这样的 现在就是找回这个quadratic graph的equation 如果那个graph的vortices是-2-5 和它穿过1-22这点 好了,我们要做的就是 先拿着vortices 写回quadratic graph的vortices form 就是y带有constant a 乘回x加2 all square 再加5 这个就是我们称之为的vortices form 如果quadratic graph的vortices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写做 a乘回x-h all square 加k h就是vortices的x座标 k就是vortices的y座标 这里是-2 所以这里要写加2 相反 后面这个数字就是vortices的y座标 照抄 这个graph穿过1-22 就是说 x变成1 y变成22 然后写 那你把-5-5 加5 就是27 等于a乘回3的square 当然你可以写的 a a 就是3 写到a乘回3 之后 你要写到 equation of the graph 所以 y 就会等于 3乘回x x 加2 all square -5 这样 这样就叫做一条 我们看看下一条 好 它就说 finder equation of the quadratic graph 如果那个vortices of the graph 是4 9 和它穿的origin 又是它给了vortices的资料 你就可以第一步 就写回 y等于一个constant a乘回x-4 all square 再加9 好了 这个vortices form 就写完了 现在你要做的 就是找回 a 是多少 origin这一点 就是代表 x座表是0 y座表是0 所以在这个equation x变0 y变0 就可以了 正9 半句变了 -9 接着 -4 的 c square 变了正16 所以a 就是-9 over16 选择a -9 over16 就写回 equation 这样写 就要做完 再看多一条 这条就是 Find the equation of the quadratic graph 如果它是碰到 x-axis at 50 这一点 和它割到 y-axis at 50 好了 这个割到 x-axis at 50 即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 这里告诉你 那个vortices 就是50 这个vortices 就是50 如果割到 y-axis at 50 即是说 它会穿的那点 叫0 50 所以一样 我们先写的 equation 先写 y 就是写 concent a 乘回 x-5 all square 再加0 这个就是 Vortices 当然 加0 你可以不写的 直接变组 只有perfect square 就可以了 接着 割到 y-axis 就是50 即是x是0 y就是50 就变成这样 这个equation 就可以计算 a是多少 你计算到a 就是2 所以不要忘记 写一条 graph的equation 所以 y 就会等于 2 x-5 all square 好了 接着我们再看下一条 这里就说 find the equation of the quadratic graph 如果它割到x-axis 就是3-5 和割到y-axis 就是45 这里它说割到x-axis 就是给了一个x-intercept 它割到y-axis 就是给了一个y-intercept 如果它是给了x-intercept 的话 我们就用另一个方 叫做factor form 留意的写法 就是y等于一个constant a 乘回x-3 再乘回x-5 留意 这里的x-intercept 和图图里面写的位置 正负值要相反 正负值要相反 OK 好了 接着我们就去找回a 割到y-axis 45 就是说 它穿过的点 叫做045 所以我们就x 变成0 y变成45 就变成这样 下一步 45 就等于a 乘回 0-3 就是负3 0加5就是5 所以乘回 就变成负15 因此 a就是 乘回 也只是说 写回那个equation 出来 y 等于 -3 乘回 x-3 再乘回 x-3 再乘回x-5 这样答就OK了 我们再看下一条 好了 题目就说 要回到equation of the quadratic graph 如果 这个graph是 x-axis 4-8 和 碰到horizontal line y-18 今次 它又给了两个x intercept 我们先写 beta form y等于a 乘回x-4 再乘回x-4 x-8 好了 问题就来了 它说碰到horizontal line y-18 就是什么意思呢 你想想 它能够碰到一条 环线的 就只有一点 就是最顶点 或者最低点 那条线 最顶点 或者最低点 那条线 就是y-18 好了 接着你再想一想 现在 它 碰到的 环线是y-18 就是vortice y-18 就是vortice 那你现在差 vortice的x 座标而已 Vortice的x座标 是怎么计呢 就是这两个x 先加上 除二 行不行 你可以这样说 vortice 其实就是 4加-8 再除二 OK 4加-8 再除二 即是 -2 而 vortice的y座标 就是18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x 变成-2 y变成18 代入去 -2 在这里 负2加-8 这裡 18就等于a 乘回 负2-4 就是负6 负2加-8 正6 所以a 就会出到 是-1 也就是说 y就等于 X-4 乘回 整件事就是这样 好吧 那这条就是这样的 有一個quadratic graph切到XS 就是Aα0和Bβ0 特別之處就是AB的長度就是8 和Vertice就是-36 找回這個quadratic graph的equation AB是8,就是這兩個X intercepts 雙減就是8 這裡我解釋α大過β才算 解釋α大過β的話 就是α減β等於8 而另一方面 Vertice的X座標是-3 即是對稱軸是X等於-3 所以我們知道 就是α加β除2是-3 也就是α加β等於-6 這裡就有一式二式 一式就是α減β等於8 第二式就是α加β等於-6 其實你只要把一式加二式 你得到2α等於2 α等於1 那1-β等於8 β等於-7 所以你就可以寫回那個quadratic graph出來 其實 y可以寫成constant a 乘回x-1 乘回x加7 好了 你現在就看回題目了 Vertice就是-36 即是x變成-3 y變成16 6代 16等於a 乘回-3-1 乘回-3加7 16等於a乘回-4 再乘回-4 再乘回-4 這裡乘回-16 所以a就是-1 y等於-1 乘回-1 乘回-1 乘回-x-1 乘回-x加7 用factor font答就可以了 整個數字就是這樣